针对新庄国中停车场就月租车位进行抽签的问题 李当是一件非常公平的事 为什么会引发诸多的民怨呢 现在就来听听李长还有承包商的说法 新庄国中停车场管理单位进来换新包商之后 由于包商表示 邻近民众申请停车位月租人数倘若超过200 将进行公开抽签 此举造成李长街道当地民众诸多抱怨 这几年来也有好几个厂商来承包停车的备用 这次比较特别的就是说规定比较严格 还有就是说还要抽签 因为我造成我礼上的礼民 有问题就是说怕没抽到位置 林长担心抽签程序虽然公平 但有可能会造成真正临近停车场的当地住户 抽不到停车位 不过承包商丽阳停车场公司 对此也作出回应 我们代表我们立阳天长公司 会尽量满足附近民众停车的需求 那因为我们也是按照交通局的 所公告的一些办法去做办理 那如果我们公告是目前在现场都有贴 那如果登记没有超过200的话 当然就不会办理公开抽签 然后如果有超过的话 我们也是依照相关的规定去办理 立阳公司表示申请车位人数过多 必须进行抽签也是按照交通局规定的 不得已做法 公司秉持林车厂就近服务的原则 还是会尽力满足邻近民众的需求 以上新闻记者新庄采访报道 同样也是停车的问题 不过则是传来了好消息 那就是位在新庄赴国路77项口子一带 因为向道原本就十分的狭窄 民众反应希望能够将占用空间的汽车阁 给规划成机车位供民众来停放 然而经过里长专情的努力争取之下 终有了圆满的好答案 位在新庄区赴国路77项口这一带 因为有民众向里长专情反应 原本供是部汽车停放的汽车位 期盼能够规划机车阁 让更多民众可以来使用 经过里长努力的和交通单位协商之后 有了圆满的答案 因为我们这个77项是6米楼 所以说我感觉我会去车位 没有那个啦 买了现在去车位 我有建议上头说 现在去车位全部跟去车位 现在公民下去也通过了 住在附近的民众也说到 这四个汽车位占去了不少空间之外 同时也担心就在巷口狭窄的地方 很容易造成往来车辆一个不留意 发生交通意外 所以大家都希望这项方案能够早日完成 现在复工这些车辆很多 77 还有这些车辆 那些车辆 派停车 派停车辆 所以我所说这些东西 把它设定 就是既车的地方 逢停啦 然而这四个汽车位 如果改会机车格 将可多出26个的位置 供机车来停放 同时也能够让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获得保障 永家乐新闻 新庄采访报导